睡眠的時候 寒聲雷動 不只吵到枕邊人 還有可能是罹患呼吸中止症 根據統計 臺灣有超過百分之二十 將近五百萬的人患有睡眠障礙 其中有九十萬人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為了方便治療 現在不用到醫院住院 佩戴多種感測器 只要三個手指大的貼片就能檢測 將貼片的兩側貼在心臟的位置 電音圖就會回傳雲端 醫生在靠著心電圖的異常 判斷睡眠品質 新型的居家睡眠檢測 方便攜帶 不用任何電線居家就能檢測 還能有長達十四天的測試期 患者在治療時可以輕鬆地測測試 相較於傳統型的電線多到數不清 還得到醫院住院才能檢測 而且只有一天的測試期 患者還有可能受到電線影響 難以入睡 很多線的束縛之下 我自己做過 那通常連翻身都會有一點局限 新型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個很小的貼片 就能夠偵測身體 裡面非常多的數據 但這個新型的居家睡眠檢測儀器 目前還在收集大數據階段 所以現在才健保給付但未來正式上路後 要使用就得自費 華視新聞留言許一文台中報導